繼續把焦點回到慈濟多國董事會 來看看慈濟在海外成立的第一個分會 就是在美國 而當初是如何從一粒種子開始 逐步拓展了美國的慈善醫療教育等職業呢 一起來回首 1989年12月9日 慈濟美國分會正式成立 這也是海外第一個分會 我很感恩上來 1989年的4月3號早上 所以我慢慢瞭解以後 我當然就是發個願意 就是說一定要把慈濟的精神 職業帶到美國去 當然這只給了八個字 就是自立更生 就立取材 25年過去了 從當初家庭茶會 到如今各項大型急難救助 都可以看到菩薩身影 而這慈悲的腳印 更跨足海地 多米尼加 瓜地馬拉 宏都拉斯 以及薩爾瓦多 我們真的非常感恩 十多年來 我們在思言師兄的帶領之下 真的走遍了中南這麼多國家 也把慈濟的愛 帶到這麼多國家去 那也因為有慈濟 我們才覺得說 人生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義 我們走遍上人沒有走到的地方 我們甚至要當上人的手 上人要愛的人 我們可能去幫上人 去完成這個願 做師傅想做的 美國慈濟人在1993年 成立阿罕布拉議員中心 在健保費高昂的美國 提供貧窮家庭免費醫療服務 在2000年 第一台大愛醫療巡迴車 正式啟用 深入偏鄉 今年更擴大幸福校園計劃 照顧孩童的健康 我們真正走進去的不只是白色的大愛醫療車 我們真正走進去的是大白牛車 相信我們慈濟到幸福校園 要給他們就是在這個一個 舊金山的最暗的暗角 希望把這個暗角變成未來的亮點 因應美國政府醫療改革 慈濟在2013年 將阿罕布拉醫療中心 改為佛教慈濟醫療中心 提供健保病人完善服務 更重要的就是醫療網的成立 希望能夠非常成功的建立在美國總會的地區 而且全力的推動醫療人文 而且接引這個醫療志工 從慈善志業起步 醫療志業拔除病苦 美國慈濟人走過四分之一世紀 用愛譜寫歷史 大約新聞 陳馨宇 中江波劉洪志 華聯報導 謝謝大家